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根据摩西的绿化,在祝彭节期间献了什么记忆? 你好,今天中文马的走过圣经将是学习民宿记的第29章12到40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老陆勒工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7日,要将公牛犊13只 公免养2只,1岁的公养高14只 都要没有长期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方计 同线的数据,用调油的细面 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先依法10分之3 为那两只公养,每只要先依法10分之2 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先依法10分之1 并献一只公三养为赎罪计 这是在长线的方计和同线的数计,并同线的电计以外 第二日要先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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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日,要献公牛11只,公羊2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第四日,要献公牛10只,公羊2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第五日,要献公牛9只,公羊2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第六日,要献公牛8只,公羊2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第七日,要献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第八日,你们担有严肃会,什么老陆的公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1只,公羊1只,没有长级1岁的公羊羔7只,做伙剂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方级,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数据和同线的电据,又要献一只公三羊为数据剂,这是在长线的方级和同线的数据并同线的电据以外。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用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方级、数级、电级和平安级,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那么在第28章以及本章的学习,祭司为以色列人所提供的一些常规的献祭,这些的献祭不是说去替代个人的献祭,当然这些的祭用也不能去赦免罪,因为公牛和三羊的血是不能赦罪的,只有基督牛的血才可以这么做的。 那么我们发现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以及每一年都要献祭,每一次的祭品的动物数量也不相同。 那么现在是来到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日之一,就是祝盆节。 这个是最欢乐的节日,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收获的季节,在赎罪日之后,因此这是一个感谢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间。 它是发生在吹缴节,而属罪日的同一个月,也就是第七个月。 相对应于,我们是在九月的下旬,十月的上旬。 那么我们以前在历位纪的时候也学习过了这个圣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历位纪的第23章,在33到43节里面的内容。 耶和华对摩西说,尼小玉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盆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守着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恼碌的功都不可做。 七日内,要将伙计献给耶和华。 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伙计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什么恼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些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要将伙计、伙计、祭物并奠记,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贡物和所需的运,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和盘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你们要住在盆里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盆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文宁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成是他们住在盆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列位纪当中说明的是这一次圣宴的大纲,尤其是献祭的内容。 而民书纪当中的说明就涉及到的一些更多的细节。 正如我们刚才所念到的那些动物一样。 那么他对于献祭,你会注意到说,这是所有献祭继续端都需要最多的一次。 那么为什么上帝会邀请如此多的献祭生呢? 那么,能不能给出的只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猜测,在圣经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不进行各别的猜测的。 那么今天的学期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再见。